好,第二題的話,你看到這邊,這個應該可以講快一點 第一個,它已經給你的中心點了嘛,五二 然後呢,這個 AB 都給你了,所以可以直接在公式 答案就等於 X-5 的平方 加上 Y-2 的平方等於1 先這樣寫 好,那現在問題來了 下面的 A 平方跟 B 平方再多長 因為這是 12 嘛,比較長 所以這寫的是 12 的平方 這個寫的是 9 的平方 所以第一題叫做 OK 好,所以答案我想大概不難 就自己寫就好了 好,那第二題的話 但你要展開變成 144 跟 81 這個也OK 好,那這邊的話呢,也是一樣 就直接寫了 X-6 的平方 加上 Y-5 的平方 然後等於 1 好,你這樣出多少 這個是 8 嘛,對不對 所以寫 8 的平方 這個是寫 13 的平方 這個應該問哪 直接帶進去就好了 那第三個的話 就討厭一點點 你這個沒有辦法 從標準次下去寫,對不對 你要從定義去寫 那現在問題來 定義怎麼寫,你知道嗎 定義 至少你應該先寫這個東西才對 就是根號 X-2 的平方 加上 Y 加 1 的平方 加上根號 X-10 的平方 加上 Y 加 5 的平方 應該等於數字吧 對不對 啊這個數字多少 當然要你從 25 去找他的長度 所以請問你 這個長度多少 這邊,這個多長 這個長度的話 是 6 吧 對啦 因為很明顯 這個 22 嘛 都一樣 X-10 一樣 這長度是 8 所以 6 加 8 的話 是 4 所以公式寫出來了 這樣子 可以啦 好,這個你看一下 加上